维内瑞拉反总统示威行动再升温 这一次轮到退休的老年人 涌现首都卡拉卡斯 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总统府一带 向国家申诉专员公署挺进 强烈要求被视为滥权和搞垮国家经济的总统马杜罗下台谢罪 面对警方筑起人墙 阻止队伍继续前进 示威者怒火中烧 徒手抢夺警员的盾牌 浓烈的火药味弥漫现场 有别于以往的催泪弹武力镇压 这一次就连强硬的警方也不敢轻举妄动 眼看示威群众情绪高昂 警方只好为示威队伍开路 避免示威者过度激动 由于担心示威群众危害政府官员 警方随后再筑起人墙 不让示威队伍继续前进 不料却引发警民冲突 场面一片混乱 警方被迫向示威者喷洒胡椒喷雾驱赶人群 防止情况恶化 自从4月爆发反总统示威行动 至今已经有至少39人送命 还有上百人受伤或遭到逮捕 即使马杜罗以还政愚民为由 召开制宪大会 但是在愤怒人民的眼里 无论马杜罗做什么 似乎都已经改变不了民心 人民现在想要的 就是马杜罗马上下台